我永远爱着你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心愿改叛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据迹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短梦长同时梦 一切都是为了年少的野心 身世浮沉雨打平 天涯何处有知己 指愁歌舞 散发作彩雲飞 一切都是为了如水的游情 不妨常任月朦胧 为何看花花不如 是否多情换无情 足火无语照独眠 爱情苦海任浮沉 无可奈何花下去 唯有长江水默默向东流 5月27日是邓丽君小姐灵堂 设在华市的最后一日 她的五弟和她的好朋友 将她生前的手稿 编写成一首歌曲 在她灵前举行了一个简单 而感人的追导会 在追导会里面 大家见到邓丽君小姐的手稿 都感到她阴庸远在 而邓长熙先生 也都找了一群音乐制作人 将这份手稿 普成莫张的 请问你找到这个手稿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 我第一个感觉是说 虽然她自己不能唱 但是我要把它完成 我要让她听到她自己的作品 那从手稿到歌词 其中的过程是怎么样 她整个手稿里面 当然有很多是她的想法 那我们把她的想法 做一些初步的传谋 她的心境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把一些 她过去唱过的歌名 把它融进去 让她两个一起变成 包括音乐的旋律上 都是蛮适合她唱的 感觉上完全是她的 她的一个影子在那边 当我们拿到词的时候 她自己已经不可能唱 这个感触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这首集合了大家 对邓艺冠小姐心意的声源 现在我们就在电视上 首先为大家播出 不肯回首 望远上人间难遇了吗 我将烦恼着诗篇 淡淡红颜下天涯愿 寂寂寂寂寵lden 至今难逢 无奈时 不妨随风 若暴望我辜负 似水柔情 在水风的声音 愿我坐在云飞 千叶万语 花落时 默默睡懂了 一曲忌中 现场气氛感人 而在这个时候 在灵堂旁边 摆放的一幅 邓丽君小姐的相片 右眼下面 竟然一度看似旅行的物体 可能是为鲜花灑水时 留下的水积 不过现场人士都说 可能是邓丽君小姐显灵 为免惹你误会 最后邓丽君家人将福想搬走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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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 不过去 祝你 不过去 祝你 不过去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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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